今天的Keeper热搜大头条 我们赶快带您来关注 首先看到的是台铁嘉义站 昨天晚间传出这样的不幸意外 有一名情绪不稳的男子 持刀攻击铁路警察 造成这个远警伤众不治 那本来下周就要过25岁生日的 人生却因此画下据点 这个行凶的正姓男子 情绪非常不稳 今天早上呢 警方将他移送到嘉义地检署的时候 他还声称自己是 有计划犯案的 那未来如果在列车上 遇到了突发状况 到底怎么自保呢 好 实际上目前在台铁上 台铁只发给列车长一根木棍 而且还不是每个列车都有 所以就有网友呼吁 应该要配备电极棒或是电极枪 给这些铁路远警 或者是列车长来保护自身的安全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国民党最后一场总统政见发表会 还是围绕在核能的议题 所以呢 昨天就看到 包括张亚中 周习伟 韩国瑜 他们都主张要重启核四 至于郭台铭则说 这应该要交由全民来决定 好 那朱立伦强调 一定要注重核安 核电呢 一定要在最高安全标准下 才可以重启 那针对了郭台铭之前提出的这个育儿政策 朱立伦也蛮有意见的 因为郭台铭有说嘛 以后呢 0到6岁的小孩 国家帮你养 那国家没有钱 没关系啊 钱不够我来出 好 那朱立伦讲话就蛮酸的 他说你提这样的政策 是不是幕僚在害你呢 因为以你的身家 大概只能撑一年而已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地勤的机会来了吗 渴望飞上天哦 因为现在长荣的劳资争议 还是持续维持在一个僵局 那空服员罢工呢 也已经迈入两周了 所以现在长荣在内部争财 就鼓励地勤哦 可以转任空勤 然后呢 也要招收男性空服员 现在预计 8月份就会报到 今天的精选则是要来看到 国民党初选办了三场政见会 那么现在就有网络媒体也做民调 结果就发现 不管是在政见会上的表现 或是电话民调的支持度 以及认为谁最有机会 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 郭台铭呢 都比韩国瑜的民调还要胜出哦 支持度还要多 甚至呢 最多是超过将近13个百分点 但是呢 昨天也看到了 韩国瑜哦 其实在参加最后一场政见会的时候 他就把庶民经济跟家庭代工 拿来相提并论 现在引发一些专家跑红 大家还记得客厅及工厂 家里的圣诞灯 家里的人造花 我们那个时代在冲经济 现在来讲庶民经济 那个是四五十年 台湾经济非常困窘的时候 他要搬到现在来 当作他的重要政见 我吓坏了 高雄市长韩国瑜要重视庶民经济 竟然拿家庭代工来比喻 让明镜岛大佬林捉水 忍不住在脸书怒批 试草包 还加倍秀下线 草包1.0 发明了庶民经济 跟着有草包2.0 把它发明 大学教授杜子诚也炮轰 这是过去组圣诞灯 家庭手工经济时代的回头路 韩国电影一家四口 挤在地下室 折披萨纸盒为生 台湾四五十年 这样的家庭代工兴盛 也是最差的经济环境 纯手工人力论见记筹 像这种透明贴纸 一张0.3块 如果一天工作八个小时 完成一千张 时薪不到四十元 和基本工资时薪差了三倍 因为它这个机器没有办法包 依赖人工 我们来的时间有时候都不一定 有时候要接小孩 要陪小孩 我没时间就先放着 除非是赶货 因为你手脚比较快的话 他们赚的比较多 四五十年前 台湾没有足够技术 才大量靠人工劳力 现在全球都在强调技术和创新 韩国瑜重提家庭代工 怎么在国际竞争 三立新闻 葛子刚 徐秉娟 台北采访报导